我是温云生的未婚妻 选择回到他身边 可他没有 他只是醋眉 从我手里拿过那份合同丝的粉碎 发了好大的火 僵食 你觉得你拿来这个 我就会和你解除婚约吗 他这样哲辱我也不能消气 又补上一句 你是不是没脑子 大家肯定以为温云生 他是喜欢我然后吃醋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真的想多了 在温云生的世界里 我就是一个不讨喜的女炮灰 他这样说 是真的单纯 觉得我没脑子 因为机智如他 清楚哪怕我拿来了这份双人协议 他也还是不能摆脱我 逮着机会 他就要好好报复我一番 毕竟是我害他 没能和心上人终成眷属 就像他喝醉的那晚 他抱着我吻得痴迷 却在我的耳边 喊着别人的名字 也是在那一次 我清楚地知道 温云生是真的不会喜欢我 并且 他恨我 所以 他让所有人知道 我不过是他心上人的替身 总有一天 他会彻底地抛弃我 我平复下去心口的酸楚 勾唇 是 我是没脑子 就是因为我没脑子 所以当初我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 温云生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 他的表情有所松动 但看我的表情十分复杂 和他认识这么多年 我竟然无法看懂他这表情的深意 但总归 不会是喜欢我 他拽着我手腕 趁我不背 顺势将我压入怀里 带着不容人拒绝的强势 他的吻铺 天盖地落了下来 我甚至根本来不及 反映我和温云生是怎么从客厅跑去床上的 我被他吻得越来越脸红 伸手就要去打他 被他在半空截住 僵尸 别再和我玩欲擒故纵 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我的动作慢了下来 如被丢进了深水里的海绵 整个人说不出的困乏 窗外日薄西山 木色正以重重压过来 这样的话 他说过太多次了 一如我们第一次的见面 也是这样水火不容 我将自己早就签好字的解约协议书丢给他 温云生 现在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我认真的 温云生只是沉默着看我 打量着我 嘴角带着嘲讽 我想 也许我和温云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遇见 我第一次和温云生见面 是在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 海风轻柔 夜里密布 连空气里都充斥着海水的气息 潮湿直直往脸上扑 我走马观花地 仰视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 只觉得这陌生的环境 与我格格不入 我被温总带回了温家 灰头土脸的模样 引得温云生连连后退好几步 尤其是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我 刚到淮城 就被蚊虫特别眷顾地 咬了满脸的红包 那模样 定是让他印象深刻 终身难忘 云生 这是江石 以后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了 现在想想 或许当初温总就有了别的心思 不然他大概会直接让温云生 换我一生妹妹 将我当作他的女儿领养回家 不过当时的我不懂 温云生也不懂 但这并不妨碍温云生讨厌我 我将自己藏在身后的情书 递到他面前 还没有开口 温云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 第一次见面就送情书给男生 你这幅模样真的很让人讨厌 我只是微微扬起脸 自己都觉得在逞强 温云生 真实的你也让人觉得讨厌 手中的情书被我揉得泛起褶皱 我暗恋温云生很久了 哪怕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温云生的爷爷和我爷爷是战友 两人当年当兵是被同一个火车绿皮箱拉走的 他们当年还在部队里拜了霸子 命运总是很神奇 就如现在的我 总会感慨我和温云生之见 到底也不知道是郑元还是聂元 温总和我养父也是革命战友 后来温总离开了部队 生意在商界做得风生水起 我养父则回到了故乡 成为了一名警察 据我养父所说 我和温云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他比我要早出生十分钟 虽然长辈们分隔两地 可是感情却一如既往的好 所以 我总是从我养父和爷爷口中 听到各种关于温云生的话题 例如 温云生又拿了全年级第一名 温云生被魄力允许 参加全国奥数比赛 我对温云生一直充满了好奇 关注得多了 喜欢便渐渐萌芽了 高二那年 我养父因公殉职 温总跨越大半个中国 将我从祖国最北方接到了淮城 接近了温家 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 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僵实 很抱歉 以后我会照顾你 我不知道我养父的去世和温总有什么关系 但从他望向我和我养母满是愧疚的目光 我直觉我养父的去世大抵和他有关 我本来不想离开故乡 自我养父将刚出生没多久就被丢在公园里的我带回家 我就在这里长大 更何况我还有我的养母 可我养父去世后 养母就大病一场 急需用钱 我家没有多余的钱来供我上大学 于是 在我养父去世一个月后 我被送到了温家 温总说 他会一直供养我到我大学毕业 我当时只是守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我说 温伯伯 谢谢你 但这些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温总说 我一定可以和温云深好好相处 因为他是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 但真正见到了温云深 我才发现 大人口中的温云深 是加了滤镜被美化过的温云深 而真实的温云深毒蛇 目中无人 他还讨厌我 我将那封情书 埋进了温家后院的大树下 再去找时已经找不到了 只剩下一堆被刨开的土 大概 是被温云深养的金毛 半夜密食给叼走了 来到温家后 我一直谨小慎微 生怕做了什么事情 惹温家人不开心 就会被打包送走 事实证明 是我多虑了 温家的人因着我养父的关系 都对我很好 除了温云深 在我蹲在温家的荔枝树下 眨巴着眼睛 对树上的荔枝流口水时 温云深迈着那双大长腿走了过来 他用脚尖踢踢我 将食对吧 你爸去世了 你就跑来我家蹭吃蹭喝吗 我低垂着脑袋 自知理亏 我不记得他当时还说了什么 总之一定是很伤人的话 要不然我也不会动口咬了他 后来我俩滚在地上打了一架 温云深被温总关进闭关了整整一星期 从此他越来越讨厌我 见到我恨不得绕开我走 我与他最初的相识就是这般 只有相杀 没有相爱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着温云深 不是我自虐 非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 实在是温云深也曾对我温柔过 不止一次 再说了 像温云深这样天生好皮囊的人 他也不是歪脖子树 南方白天比较长 因着一年四季天气湿热 这里的人们习惯了晚睡 往往十二点还能看到一盏盏明灯 和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了省下交住宿费的钱 高三我选择了走读 我平常的行走路线都是沿着大路走 路上有不少的人 可是那晚遇上道路施工 我走了另一条小巷 小巷年代久远 昏暗的灯光下 由小虫飞来飞去 我加快了脚步 距离走出小巷 还有不到两百米的位置 突然冒出来几个男生 看打扮 很明显的社会不良青年 你们要干嘛 我将自己的书包藏在了背后 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 表哥 你刚从警局出来吗 我提高了声音 视线越过他们 看向小巷尽头 几个人果然本能地转身去看 我抓准间隙 转头就跑 赶骗老子 身上的书包袋被他们自身后拉住的那一刻 我闷哼一声 但是 我就是死死抱住自己怀里的书包 不肯撒手 书包那层里 由我偷偷省下来 用来上大学的钱 把身上的好东西拿出来 否则我们渴 我眼前一黑 被打得满脸青紫 正准备放弃时 温云身出现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大串鞭炮 在漫天飞舞的炮纸下 他抓过我的手 奔跑在夜风里 之前咬我时不时挺厉害的吗 怎么现在就怂了 他们有水果刀 他摇头 那你不知道打110报警吗 我动动唇 我没有手机 温云身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他大概从温总口中 听到了很多关于我养父家里的情况 所以他觉得自己说错了话 看到他还握着我 忘记松开的手 我笑 不是还有你吗 那晚之后 温云身对我的态度明显和之前不同了 我们之间 却还是保持着不冷不热 不远不近的距离 但我却再次地对他动了心 准确来说 是我根本没有放弃过 我大一那年 为了勤工助学岗位的每月400块 暑期去了偏远山区调研 温云身也去了 不过和我不同 温云身去鲁山 纯粹是为了寻找他的爱情 我们是在下午到的蒙山 分完各自需要负责的调研山区 大家就分头行动了 我做过很多勤工助学的岗位 也去过不止一次的偏远地区 可是蒙山地形格外复杂 我拿着问卷调查表从村子里出来 才发现自己迷了路 夜色越来越深 我的手机也低电量自动关机了 路边坏掉的路灯忽明忽暗 刺着火花 周围的夜色沉得可怕 耳边有风声 我加快了脚步 越跑越快 一个亮枪摔在了泥地里 问卷调查表调的哪都是 有很多张被泥水浸湿 字迹也模糊了 松涛阵阵 还有风中吹动的芦苇干 现在泥地里的双腿 怎么抬也抬不起来 我只是附身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去捡手机和调查表 僵尸 熟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缓慢地抬起头 视野里是温云深冲我奔来的场景 从小我就被我的亲生父母抛弃 可我很少哭 但不知道为何 那一刻的 我在温云深面前莫名地委屈起来 温云深没有像往常一样 对我冷嘲热讽 他只是问我 自己能起来吗 我摇摇头 脚崴了 闻言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脚上 白皙的肌肤上一片红肿 还沾染了一身的泥 我听到他低声叹口气 僵实 你真的很有僵人气地跳脚的本事 当时我还不懂 后来的我才知道 他的意思 是我太笨 就是他常常说的 脑子不好 他微微附身 一只手轻轻拉过我的手臂 另一只手则是非常绅士手的 落在距离我腰身很近的位置 将我拦腰抱起来 正要转身离开 被我戳了下 我的手机 还有问卷调查表 真麻烦 他嘴上虽然说着麻烦 却还是将我抱去了一侧的枯草堆上放下 耐心地帮我将一张张调查问卷表 捡了回来 这些丢了 可以再买 但人丢了 可能一辈子就找不回来了 他没有嫌弃我一身的泥 而是在一片夜色下 冲我奔来 不知为何 我觉得他说这句话时 看我的目光带着不自然 满天星陡 阵阵重明 脸上热浪袭来 我咬唇 温云深 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的 是不是 温云深没有说话 我全当他这态度是默认的意思 嘴角微弯 我就这样一路被他抱回了住的村子 他将我放在床上 又去找村民借了热水进来 温热的手指不经意拂过我的脚 我看着他认真的帮我洗去脚上的泥土 帮我敷药 心间小路乱撞 温云深 我 云深 找到人了吗 我的那些心里话还没出口 梁浅梦就从屋外跑进来了 额上还带着汗珠 温云深茫 移开了自己的手 转身站起来 声音带着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慌张 浅梦 人 找到了 我张了张口 呼吸一致 原来这就是梁浅梦 他漂亮 有气质 连跑起来都带着优雅 就像无意穿唐风 偏偏孤惧引山红 我还是第一次见温云深露出这样的表情 明明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是骄傲的 嚣张的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对他的不同 大概这就是所谓女生的直觉 你好 我是梁浅梦 你好 我是姜石 我伸出手 才发现自己的指尖 还有残留的泥巴 正要收回手 梁浅梦已经友好的握着了我的手 他在对我笑 我想起了阳光下绽放的向日葵 我知道你 他说 转头 又看了一眼正在回看着他的温云深 云深经常和我提起你 你和他一起长大 其实 我一直知道温云深心里住着一位白月光 第一次发现还是帮温云深整理房间时 无意中看到桌面上的一张纸 白纸上用小篆题写着 云浅登身 梦里云归何处寻 那时的我 情感还比较迟钝 没有想过他背后隐含的深意 直到 我在大学军训名单里 看到了梁浅梦的名字 才恍然大悟 后来 学校里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流传着 关于温云深追音乐戏戏 细花梁浅梦的各种版本 有人说他们郎才女貌 有人说他们天作之和 他们是典型言情小说里 写的那种双向爱情 是强强联合的男女主角 之后 我将自己的喜欢彻底埋葬 就像之前懵懵懂懂 写给温云深的那封情书 但很奇怪 一直到暑假去鲁山调研 梁浅梦还是没有和温云深在一起 我躺在村民家的木板床上 望着窗外半轮羊角月 做了一个决定 我喜欢温云深 所以 我想让他如愿以偿 于是我开始了帮助温云深 追求梁浅梦之旅 用尽一切办法 为了他和他的爱情添砖加瓦 学校里知道这些的人都笑我傻 明明喜欢温云深 却还要帮他追女孩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想 我确实傻得过分 在山区的第二天晚上 我将温云深和梁浅梦 分别约到了萤火湖 我顶着满身的包在草丛里跑来跑去 吸引萤火虫 就是为了让温云深告白成功 可是那晚 梁浅梦被老师叫去谈话诗约了 我追赶萤火虫 追得筋疲力尽 一个亮抢 朝大地母亲扑了过去 好巧不巧的 正好扑在了孤身一人赏虫的温云深身上 江石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 真没有 我从地上爬起来 吐掉嘴里的枯草 温云深 我一定会帮你追到梁浅梦的 你相信我 温云深只是好整以暇地瞅着我 双手抱毙 僵实 我真搞不懂你脑子到底是什么构造 我养其脸 吸吸鼻子 也就和你们一样 有一两千个脑细胞构成的吧 那段时间 温云深对我十分友好 我俩的关系也跟着近了不少 我想 大概是因为我主动请英帮他追梁浅梦的原因 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好兄弟 他的恋爱军师 虽然很扎心 但我还是接受了 关系近了 能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 那天晚上 我和他一起蹲在田野中等梁浅梦来复沟火约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哈欠 问他 温云深 你为什么喜欢梁浅梦啊 我只是单纯地很好奇 我大概也能猜到温云深会说什么 因为他漂亮 温柔 善良 左右也不过会是这些吧 温云深只是望着我俩前面用来取暖的篝火 大概因为 他歪着头想得很认真 他救过我 得嘞 我心里一凉 果然 他们两个拿的是妥妥的言情小说男女主角的剧本 那之后 我越来越努力地神助攻他和梁浅梦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他俩的CP粉 可我没想到 半路会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那个人就是温云深的父亲 温总 温总不同意温云深和梁浅梦在一起 不仅不同意 他还对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说 他希望我和温云深在一起 我当场正在原地 我想要拒绝 因为我知道温云深心有所属 但温总将这几年对我的资助之恩摆了出来 我只是沉默 然后 就发生了温云深对我恨之入骨的事情 大学毕业那年的毕业酒会 温云深趁着醉酒 对梁浅梦准备进行帝恩赐表白 所有同学都在席间起哄 嚷嚷着 祝他俩早生跪子 现在想想 或许我是真的脑子不好 因为我 竟然为了促成他们在一起 和温云深提起了电视剧里 生米煮成熟饭的狗血桥段 聚会到了后半段 所有的人都醉倒了一片 我觉得这一次温云深一定能成功 于是功成深退后 便躲在角落里 借酒消愁 我是被众同学的议论声给吵醒的 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而温云深则背对着我 正在穿衬衣 我本能又往被子里缩了缩 只露出一颗脑袋 关于那天的记忆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众人看向我的眼神 梁浅梦就站在众同学的外围 冷眼旁观 第二天 温总就下了命令 逼温云深娶我 如果他不娶我 他就不能顺利接手温氏 我不知道 温总和温云深还说了什么 也不清楚 温总对梁浅梦用了什么手段 梁浅梦在一周后离开了国内 去了国外读研 温总棒打鸳鸯的事情 很快被传开 很多人都在背地里吐槽 说我还真是傻人有傻福 也有人嘲讽 说我当初帮助温云深追梁浅梦 不过是为了作戏 温云深也反抗过 但无论他怎么反抗 刚毕业的他 根本无法和他的父亲抗衡 也无法和整个温氏抗衡 他终于妥协 最初的时候我 甚至傻傻以为自己 可以感动他 但直到他醉酒后 将我抵在洗手间的淋浴水龙头下 强吻我 却叫着梁浅梦的名字 我才知道他恨我 他答应和我在一起 也不过是为了报复我 梁浅梦回国的那天 是我和温云深订婚两年的纪念日 你们没有听错 是订婚两周年 不是结婚 温云深虽然答应和我订婚 他却从来不提和我结婚的事情 温总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提醒他 都被他几句话对了回去 这两年里 我们就像普通的那些夫妻一样生活 可我们始终不是夫妻 我为他做饭 等他下班 陪他一起看电影 改方案 他从最开始的排斥 到后来默许我在他身边 我们也会接吻 不过我清楚 这并不代表他接受了我 他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惩罚我 报复我 因为温云深清楚 我喜欢他 我的软肋就是他 但不可否认 这两年 我们也有很多温情的时刻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生日那天 温云深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他亲手做的 那天的他 也意外地对我很温柔 我趁他不备 将奶油抹在他脸上 我们在沙发上打闹 温云深说 江石 生日快乐 那一刻 他的眼中是由我的 只有我一个 凉浅梦回来的那天 怀成下了很大的暴雨 从傍晚的时候就开始打雷 温云深去公司时没有带伞 于是我换了深衣服去他的公司给他送伞 在他公司楼下 隔着雨幕 我看到梁浅梦抱住了他 他手里撑着一把黑雨伞 我看不到温云深的表情 但我知道 他一定是开心的 而我 不过是他世界里一个多余的配角罢了 就像我手里的这把伞一样 现在 梁浅梦回来了 我终有一天 会从他的世界黯然退场 但我没想到 梁浅梦会主动约我 地点 就在温云深最喜欢的一家法国餐厅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喜欢文艺风格的衣服 看到我出现 他冲我招招手 微笑着叫服务生来点菜 云深最喜欢这家的牛排 还有红酒 以前 我们经常来这里 他说这话时 目光格外柔和 仿佛是沉浸在了回忆里 江石 他叫我的名字 当初 你是真心想要帮助我和云深在一起的吧 我只是看着他 问 所以 你想说什么 梁浅梦双腿叠放 优雅地摇摇手中的红酒杯 这两年 你将他照顾得很好 之前我和他总是在错过 后来我又被他父亲逼着暂时离开 可将使你知道的 我和他终会在一起的 他说的没错 这两年 我为了温云深 做了不少傻事 因为我 始终没办法不去爱他 但无论我做得再多 只要梁浅梦一回来 我就永远只是温云深世界里的一个路人甲 可是 梁小姐 当初你真的是被逼迫着离开的吗 我深呼吸 目光落在他脸上 他听了 果然脸色变了变 众人都以为 当初梁浅梦离开 是被温总威胁 我也一样 但是温总告诉我 梁浅梦只不过是选择了 对自己更有利的未来而已 而那个未来里 没有温云深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答应和温云深在一起 因为 他不爱他 至少 他没有温云深爱他那般爱他 我站起身 我承认他喜欢的人一直是你 我也曾经希望他和你在一起 但是梁小姐 你真的爱他吗 我想 严禁于此 他一定能够明白我话中深意 如果他是真心爱 温云深 我可以成全 但若他不爱 也别去轻易伤害一个 曾经为了他 可以不管不顾的男人 这不是温总的未婚妻 和温总的初恋吗 这世界还真是小 如今我们三个竟然都凑到了一起 可真是妙 眼前的女人 我印象深刻 她是温云深的大学同班同学 一直单恋温云深 为温云深喝过酒 割过腕 她还在温云深明确拒绝她的告白后 扬言要温云深付出代价 如今看她这架势 是摆明了要针对我和梁浅梦 身后传来剧烈的声响 有玻璃杯摔落在地上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 只能本能地去护着我的肚子 温云深 我真是好奇 这两个女人 你会选哪一个 云深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我的后背一身冷汗 一阵剧痛袭来 我紧紧咬着牙 云深 将使她流血了 我疼得起不来身 温云深冲到我身边 我从来没有见到她 对我露出这样的表情 无助 又心疼 还有愧疚 她将我抱在怀里 僵尸 对不起 她救过我 我不知道 我的目光很空洞 我推开了她 想要扶我的手 原来 你选择的人还是良浅梦啊 温云深 僵尸也真是可怜 你们的孩子 就这样没了 也没什么的 我早该猜到的 在我和良浅梦之间 她永远只会选择良浅梦 所以 当我和良浅梦 同时遇到危险 毫发无伤的那个人 也一定会是良浅梦 我对温云深的爱 随着那个被流掉的孩子 一起消失的 当然无存 在我昏过去前 我听到温云深说 僵尸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我想说 不会有了 永远也不会有了 我醒来时 僵尸就坐在病床前 你醒了 她沉着一张脸 帮我垫好靠枕 一忍再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 僵尸 之前我有没有提醒过你 我提醒了你多少次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 你说说 你又是何苦呢 我只是盯着自己掌心 早已干涸的血迹 问她 温云深呢 她在外面呢 还算她有点良心 在这里守了你一夜 刚才出去 给你买早餐了 帮我把她叫进来吧 温云深很快就进来了 手里还提着热汤 她身上的衣服 有很多道折痕 在衬衣衣摆的位置 有很多血 已经干掉了 她走到床边 我才看清 她的脸上有很多瘀伤 不用猜也知道 一定是江姐那家伙干的 她附身 缓缓地 带着试探地 将我抱进怀里 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破碎感 僵尸 对不起 她的怀抱很温暖 可我忽然没有了任何心动的感觉 大概是真正的心如死灰了吧 良久 我打破了室内的平静 温云深 我们解除婚约吧 我从来没有这么煎熬过 昨天你在手术室里的那十几个小时 我听到医生说你情况危急 我才发现 就算我不肯承认 一直欺骗自己 用恶劣的态度对你 她的嗓音低沉 噩食 我一直都是爱你的 从第一次见到你时 就想要忍不住逗你 欺负你 可是后来我知道 我爸想让我娶你 我就开始远离你 我不想被她摆布 所以这几年 我才会对你这样 她的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 房间里是浓重的消毒水味 这一刻我清楚 她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那良浅梦呢 高三那年 我差点被椰子树落下的枯枝砸到 是她救了我 我对她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我以为那就是喜欢 可我爸逼着我娶你 我就产生了叛逆心理 我们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我以为都是你和她设计好的 所以这两年 我才会故意说那些话来报复你 但这样对你的时候 我比你还要难受 我感觉到 她抱着我的手臂在颤抖 她的吻落在我的额头 双手落在我的小腹 噩食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低效 温云深 这个孩子已经没了 你的补偿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事事难料 原来她对梁浅梦最初的好感 是源于这样 我轻轻推开她 温云深 如果我说 当时救你的人 不是她 是我呢 你说 什么 那时的我 总是喜欢悄悄跟在温云深的身后 去踩她的影子 因为有人说 只要这样 你就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天是很平常的一天 艳阳高照 温云深戴着耳机 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我抬头看到摇摇欲坠掉下来的枯枝时 本能的反应就是冲过去将她扑倒 索性 我反应及时 我们两个都没有被砸到 但是摔倒时 我和她都磕到了地上的石块 温云深昏迷了 而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将她送进了病房 我就失去了意识 等到再去她的病房 我就看到了梁浅梦坐在她的床边 给她削苹果的甜蜜画面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和她的视线在半空撞到了一起 你应该记得我的后背有几道伤疤 就是那次留下的 如果你肯留意一下 或者问我一句 你就不会是 现在这种难以置信的表情了 只不过 你的眼里在意的永远都是梁浅梦 也对 你们本来就是大家公认的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我将那枚根本算不得是承诺的订婚戒指 从手上取下来 放在她掌心 温云深 我知道这不该怪你 你不过是选择了梁浅梦 但我之前就说过 我是真的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我不爱你了 温云深苦笑 所以 这就是你没有告诉我你有了孩子的原因 梁浅梦回国的那晚 是我们订婚两年的纪念日 我去公司给你送伞的时候 本来要告诉你的 然后我看到了你和梁浅梦抱在了一起 她正在原地 看上去像是受到了致命打击 很久之后 我听到她对我说 对不起 我很想说出一句没关系 但就连我自己也知道 那不过是自欺欺人 温云深 你走吧 我们两清了 多时 我不会同意和你取消婚约的 我说 何必呢 就像摔碎的镜子无法复原 感情也是 碎了就没了 曾经我努力地走了九十九步 只等她朝我迈出那一步 可现在 我对她的感情什么也不剩了 她这份迟来的坦诚告白 并没有让我觉得欢喜 我只是觉得很累 姜石都说了 让你走 你听不见 姜简从外面走进来 带着一身怒气 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 像是下一秒 就会打在她身上 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和你无关 只要我不签字 姜石就还是我的未婚妻 姜简被她这话给气笑了 温云深 姜石那么傻地爱了你那么久 你不懂得珍惜她 如今你又害她没了孩子 现在却说想和她在一起 想要重新开始 你觉得你配吗 温云深的目光带着痛楚 可我只是垂头盯着自己指尖上 早已干涸的血迹 对不起 她今天对我说了太多的对不起 我能够感觉到 她是真的觉得后悔了 但有些事情 不是说一句抱歉 就可以重新再来的 温云深走了 我长舒一口气 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次真的决定了 我认真点头 决定了 就像你之前说过的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破镜不能重圆 姜简看着我好半天 最终只是揉了揉我的脑袋 你变得不一样了 那份我签过字的解除婚约协议书 温云深迟迟没有签字 她每天准时来我住的病房里报到 送早餐 削苹果 熬热汤 曾经那两年 我为她做过的那些傻事 她又全数还了回来 用在了我身上 自从接手温氏企业后 她每天都工作很忙 和她在一起的这两年 我等她 等到睡着是尝试 可现在她为了我 每天都要开车几个小时来看我 等到我休息 她再开车离开 熬通宵 继续处理工事 我过生日的那天是我住院的第二周 怀城下了很大的雨 她赶到医院已经是半夜 手里拎着我最喜欢的抹茶蛋糕 她为我唱生日歌 陪我吹蜡烛 我只是越来越沉默 她甚至为了我能原谅她 精心设计了一个儿童体育馆 以我的名字命名 这些都是温总告诉我的 在我将这些年受她资助的那些年翻倍还给她之后 她只是摇着头叹气 真的不能原谅她吗 温总 有些事情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和温云深 我们两个似乎一直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温总问我 你知道 为什么我执意选择你和她在一起吗 我笑着摇摇头 因为我知道 你爱她 甚至比我们做父母的还要爱她 我不否认有愧疚的成分 我和你养父亲如兄弟 可当年 她为了救我在岗位上牺牲 她对你视如己出 我便想着 或许这样 我就可以在心理上得到一丝安慰 可到最后 我没想到你们会这样收场 温总拍拍我的肩膀 她很早就喜欢你了 她曾经偷偷躲在老家后院里 冒着雨扒了几个小时的土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你给她的情书 只不过 因为我 她对你的喜欢一直不自知 或者说 是她因为和我关系不好 选择本能去排斥你 不愿承认 江石 这些钱 我不能要 她觉得对我有愧 可是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在 临走时 温总叫住我 将一本泛黄的日记递给了我 我知道你已经做了决定 但身为她的父亲 我还是想要请你 再给她一个机会 最终 我还是接过了那本日记 真搞笑 居然有人第一次见我 就想给我塞情书 她是不是傻 可是我居然不讨厌 看到她蹲在荔枝树下的模样 我竟然对她生出了别样的情绪 怎么可能 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一见钟情 我一夜夜翻过那些话 那些鲜活的记忆 再次出现在脑海 真好奇她的脑子 到底是什么构造 明明喜欢我 却要帮我追人 难道那个傻子不知道 我和梁浅梦之间 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 我将那本日记 以快递的形式 还给了温总 说不动容 肯定是假的 但现在的我很理智 我知道我和温云深 我们回不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 身体恢复后 我回到了江家 江俭就等在江家大门口 她走上前 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终于决定回来了 江家小姐 哥 谢谢你无论我做什么选择 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我的亲生父母 是在我大二开学的那年 找到的我 从他们口中 我知道当初我刚出生 是被人偷偷抱走的 我不是被人抛弃的 他们找了我好久 但是当年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找到我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我 他们找到我之后 就想要将我接回江家 然后送我出国学习 我最爱的设计 可是因为温云深 我放弃了 我继续留在他身边 做他的神助攻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让他能够和他的女主角成功在一起 而现在 我想重拾自己的梦想了 今后的人生 我想为自己的快乐而活 温云深用了各种方式来找我 但江家的人脉很多 我删掉了关于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利用自己大学期间 接各种商业稿子赚的钱 开了第一家个人设计店 当然 江姐那家伙也劝过我 很多次让我和他一起接管自家的生意 被我拒绝了 就算我以后会改变想法 但至少现在 我希望可以做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虽然偶尔 温云深还是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我知道 那不过是人类脑细胞里 曾经留下的本能习惯 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 包括曾经一直等着看温云深甩了我的那些人 他们惊讶我的背景 同时也诧异我的个人实力 我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曾经的那个我 就像是一个卑微的丑小鸭 眼里只有温云深 为他做了很多傻事 所以 现在在众人面前 这个光鲜亮丽的设计师 会让他们觉得大跌眼镜 难以接受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就好比 曾经我不在意他们的眼光 现在的我也不在意 我再次遇见温云深 是在一个投资现场 在我割种于真爱后 他就将公司的事情 全权交给我处理 于是我不得不在兼顾自己个人设计品牌的同时 替他守好自家企业 当我对着投资商侃侃而谈后 我察觉到了 有一道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不经意抬头的瞬间 我和温云深四目相对 工作结束后 我正低头找车钥匙 温云深出现在了我面前 阿时 好久不见 我看向他 笑容坦荡 温先生 好久不见 我一直在找你 他说话时 语调带着委屈 带着想念 怀城的海风还是如往常一样 凉爽 舒服 温先生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你可以释怀 不用觉得愧疚 也不必再找我 温云深抓过我的手腕 我找你 不是因为愧疚 是因为我爱上了你 从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经爱上你了 温云深用了很大的力气 迟迟不愿意松开手 阿时 就当我请求你 给我个机会 回到我身边 好不好 我只是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江小姐 关于投资的事情 我还想进一步和你谈谈 刚才的投资商冲我打招呼 打断了我和温云深 温先生 抱歉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我转身 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重逢他的这一刻 我清楚自己是真的将他放下了 我与他之间兜兜转转了那么久 我们的故事终于彻底结束了 故事里男女主久别重逢 恰逢其会是很美 大家爱称其为整个故事的高光时刻 但与我而言 决定全心活出自我 勇敢追梦的那一刻 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高光时刻 结婚十周年那天 我收到老公前女友发来的消息 他说 一年前同学会 我怀上了齐鸣的孩子 你的婆婆还伺候我坐月子呢 见碧 你还不离婚 依今天是我和齐鸣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齐鸣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特意给我买了一束九十九朵的红玫瑰花 订了一家附近最出名的西餐厅 孩子暂时交给公婆再带 平时叫他们帮忙看一下孩子 他们都推三组四 不知道今天齐鸣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他把一枚戒指捧到我面前 帅气儒雅的脸 似乎和年少时没什么两样 他单膝跪地 冲着我笑 若真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这十年 你陪着我 从一个穷小子 打拼出现在的家业 我们一起摆过地摊 卖过煎饼 最困难的时候 两人挤在三十块钱一晚的短租房里 我爸生病 是你日夜不歇在照顾 你把婆婆当亲妈 若真 这一辈子 我绝对会对你好的 说着说着 他眼眶湿润了 我笑了 手机在这时响了 我低头一看 是沈夏威发来的微信好友申请 沈夏威 一年前同学会 我怀上了齐鸣的孩子 你的婆婆 还伺候我做月子呢 贱婢 你还不离婚 我接过齐鸣手中的戒指 他举着我的手亲了口 我不着痕迹 拿湿纸巾 使劲擦了擦 我以为我不会难受了 可看到屏幕上的字 心脏还是会疼痛到无法呼吸 我看着对话框中 对方一直没停下的正在输入 随后 沈夏威发来十几张他和齐鸣的合照 有在床上的 有在餐厅的 有两人一起喝同一杯奶茶的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甜蜜和拍 一年前那场同学会 我早就觉察到了不对劲 沈夏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一传过来 同学圈子都炸个遍 偏偏那场同学会我因为孩子生病 没去城 齐鸣一个人去的 去之前他抱着我 又担心又焦急 问我 不然我陪你一起带孩子去医院 我看他左右为难的样子 我说 那不好 都和同学约好了 你去吧 于是他就真没看我和孩子一眼 转头开车走了 我抱着小孩 在楼下迎着寒风 等了十多分钟的网约车 那天我带着孩子在医院跑上跑下 当我守着孩子打点滴到半夜 看到一个高中同学发的朋友圈 那条朋友圈里 十几个高中同学聚在一起 沈夏威如同一个明星 穿着贴身针织羊毛衫 紧身牛仔裤勾勒出他的长腿 滴滴地隐隐约约露出他的腰肢 而我的丈夫齐鸣 站在他的身边 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脸上露出帅气明朗的笑 宛如一对甜蜜的夫妻 我鬼使神差 将照片保存 看到同学在下面评论 金童玉女又回归了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庆祝我们微女神回国快乐 我默默点了个赞 等我再去看的时候 那条朋友圈已经被删除了 也是 我曾帮那位同学 在最困顿的时候介绍工作 借钱给他租房 他和前男友分手流产 是我每天熬着鸡汤照顾 他再怎么 也不该在发这种朋友圈的时候 拥护我的老公和别人是金童玉女 不过没什么关系 当时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 我就已经决定离婚 叮 微信又响了一声 沈夏威耀武扬威 看吧 这么多年 齐鸣爱的一直都是我 哪怕当年我们分手 他和你在一起 也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生育工具 沈夏威 朱若珍 你的名字和你的人一样 又丑又土 谢谢你这么多年陪他吃的苦 我就当你是个通房丫鬟 现在 你该退位让闲了 我随手把聊天记录和照片 转发给了我的律师 然后 将戒指戴在手上 对着齐鸣和玫瑰花 拍了一张照片 我发了条朋友圈 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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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圈刚发出去 齐鸣的电话就响了 二女人的第六感 是很准的 一年前 当我带着退烧的孩子回家 发现拖鞋位置都没挪动过 我就知道 齐鸣在外面过夜了 在我和齐鸣谈恋爱之前 我就知道了沈夏威的存在 当初我们都在同一所高中 只是不同班级 沈夏威和齐鸣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两个都品学兼优 齐鸣是篮球队队长 沈夏威是家境优渥的乖乖女 齐鸣追求沈夏威是花尽了功夫 鲜花吉他死缠烂打 才换来了沈夏威的同意 那时两人甜甜蜜蜜 轰轰烈烈 而我是一个只会埋头学习的四眼妹 两人就那么谈了一个学期 后来被家长发现 将两人硬生生拆散了 但那时两人转成了地下关系 经常偷偷摸摸联系 我看过他们一起钻小树林 后来不知道谁传言 学校门口卖煎饼的是齐鸣爸妈 他们俩人就莫名其妙断了 沈夏威也在那时出了国 他们谈了几个月的恋爱 却抵过了我的十四年 我上大学的时候 齐鸣爸妈在大学城开了一家煎饼店 他一边帮家里招揽生意 一边读大专 沈夏威走了以后 他成绩一落千丈 一蹶不振 高考时 他听说沈夏威回来了 跑去机场见他 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我在大学期间 做了个近视手术 摘了眼镜 学会了化妆 不知觉穿衣风格 竟在向沈夏威靠拢 那个时候 我性格开朗了不少 有次参加校外活动 被小流氓尾随 是齐鸣帮我解决的 然后我们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也许他是在我身上 找到了沈夏威的影子 也许只是把我当成了个寄托 从那以后 我们聊天开始变得频繁 后来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那个时候 齐鸣对我还不错 大冬天 为了给我带份热包子 会把包子捂在棉袄里 吃虾的时候 一个个包好了 放在我的盘子里 知道我喜欢五月天 就兼职去夜场上班 买了票 带我去北京看演唱会 我大三那年假期实习 遇到黑心公司 他带着我去撑场子 要回了我的实习工资 我们用那点钱 做了三天的硬座 到了山东 爬了泰山 当我们站在山顶 看着日出东升时 齐鸣在我身边大喊 他说 朱若珍 这一辈子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对你好到底 可是 当他靠着我的肩膀睡着 我打开他的手机 却发现 他每天都会给一个 没有备注的号码 发消息 那天他发 今天在泰山等日出 我已经有了爱的人 沈夏威 希望你也是 他给那个号码 发了几百上千条短信 从来都没有 等到过回复 但那天 那边第一次 发来了回复短信 齐鸣 我恨你 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 就算等到我七老八时 就算你一辈子 当光棍不结婚 你也只能爱我 我诅咒你 永远得不到幸福 齐鸣 你给我滚蛋 我默默删除了 那条回复短信 现在我毫无情绪波动的 看着他站在街边 点头哈腰 哄完了人 挂了电话进来 若真 对不起 刚才是客户来的电话 他说 有急事需要处理 我 刚好 我把早就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拿出来 放在桌上 签字吧 我摘下了那枚戒指 轻飘飘丢进了垃圾桶 时间还早 想要和初恋叙旧 也不在乎这点功夫 我看着齐鸣脸上的表情 一点点军烈 我笑容很淡 自己都没察觉的冷 千万就走 也不好让沈夏威等太久吧 我笑着说 千万 你们有情人就能终成眷属了 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齐鸣脸上 出现不可置信的神情 当初我们一毕业就结婚 我父母说我是不孝女 要和我断绝关系 齐鸣拿不出彩礼钱 我不要车不要房 选择和他一起打拼 在盛夏的武汉 我们一起在长江大桥卖气球 被城管追了半条街 他用兜里剩下的几块钱 给我买了一碗热干面 为我喝甜酒 我们挤在三十块钱一碗的出租床上 盘算着以后要回城买一套大平层 最好一百六十平以上 双尾能放得下浴缸 阳台要种花 那几年流行养哈士奇 齐鸣说他喜欢边木 我说我喜欢猫 最后我窝在他的壁弯睡着 他用免费的广告扇 给我扇了半宿的风 那个时候我们多穷啊 我们拖着吊轮的行李箱 租下小单间 决定要摊煎饼摆地摊的时候 我也没从他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 若真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齐鸣焦急地掏出手机 我和沈夏威什么都没有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你不信 那这些是什么 我把包里的一打照片甩在桌上 内心很平静 齐鸣 当初你和我在一起 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吗 如果不是翻到他的微博 我不会知道 在我陪伴着他的那些年里 他在微博上倾诉着思念 哪怕对方已经结婚 却依旧念念不忘 我累了 不想再爱你了 忍了这么久 我以为我说出这句话会无比轻松 可他却让我心情更加沉重 我正开了 齐鸣拉着我的手 离婚协议书 你早点签完早点结束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联系我的代理律师 十年婚姻 就在今天画一个句号 齐鸣 我该放手了 若真 齐鸣痛哭流涕 半跪着要留下我 你别和我离婚 你提出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只求你不要和我离婚 我狠狠一巴掌 甩在他脸上 餐厅里 这一声脆响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我咬牙切齿 尽量让自己表现云淡风轻 齐鸣 别让我看不起你 我拎包走人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三天时间 不签字 我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齐鸣 财产我不会留给你一分 既然你们是真爱 我相信 就算你没车没房 他也愿意跟你的 我自嘲 就像当初的我一样 我尽量让自己的步伐很潇洒 我不知道 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只知道 我的十四年 没有了 回到大平层 公婆已经哄睡了小孩 公公见我回去 立马躲去了卫生间 两人是从农村出来的 当年靠摊煎饼养活齐鸣 尽管婚后 我们努力给他们买了一套养老房 但他们还是不太知足 想要我们买一套别墅 搬过来一起住 看到我回来 婆婆脸黑了大半 一把年纪 打扮跟个蜘蛛精一样做什么 那张脸画得花花绿绿 你是孩子妈 不是外面的座台 他话说到一半 才发现我眼神不对 我把睡在床上的小孩拉起来 小孩睡觉 一张大花脸没洗 身上滚了一天的脏衣服没换 床上还有薯片渣 小孩被我粗暴的动作吓醒 立马哭了起来 我一边给他换衣服 一边冷笑 别忘了 这套房子 是我挺着大肚子 天天跑单 翻遍城区症出来的 看不惯我化妆穿裙子 看得惯别人尚赶着给你们生孙子是吧 小孩哭起来 我把衣服套在他身上 给他穿上鞋子 将他从床上拽了下来 我第一次冲婆婆发火 也是最后一次 我说 温声细语对你你不高兴 舔着脸跑去给别人当老妈子 你见不见 似也许是被我的火气吓到 素日里耀武扬威的婆婆 竟然什么话都没说 拉着我那窝囊软弱的公公一起溜了 我带着孩子去酒店主 叫了保洁公司上门 公婆和齐明的东西 全都被我叫人打包 丢去公司门口 当初我们回乡创业 我陪齐明一起找铺面办资质 我们租了个小公寓当公司 连员工都没敢请 刚创业 客人不信任我们 我嘴皮磨破 满城区发宣传单 好不容易成了一单 还要成天操心客人的装修进度 靠着这样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的装修公司 从最初的两个人 变成了现在的上百人 我们有了自己的工程队 就连后来我们条件慢慢变好了 在我怀孕的时候 我都忙着公司的宣传 为公司招贤纳事 寻找更便宜实惠的合作厂家 如果不出意外 明年我们应该还会扩大规模 可是没有以后了 我到酒店就把手机关机 儿子才四岁 虽然偶尔被奶奶浇灌 但平时基本都是我带 所以她对我很亲 到了酒店 她拿到小火车玩具 在地毯上玩得不亦乐乎 我泡了个澡敷了面膜 收拾完孩子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 我把孩子送到闺蜜家照看 移到公司 齐鸣和公婆就冲了上来 珍珍 你怎么能把我们的东西都丢出来 我婆婆没了往日的嚣张 低声下气求我 一夜夫妻百日恩 齐鸣做得不对 我收拾她 你不为别人着想 你要为妞妞着想啊 就连我公公也开口 若真啊 这么多年 你对这个家的付出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不能就这么离婚 我冷笑了声 我当然知道 他们之所以劝我 不是舍不得我 而是舍不得这些富贵 但我早料到 他们会这样 我故意叹了口气 不离婚 难道要我和那个沈夏威 一起伺候齐鸣 我没那么大度 如果齐鸣爸在外面 找个女人生私生子 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大度的 我当然知道 这婚不是那么好离的 就算上法庭 男人出轨有错 女人也不可能讨到多少便宜 我从来都没有奢求靠外力 来给我讨回公道 听我这么说 我婆婆立马炸了 她敢 她要是这样 我打断她的腿 看到齐鸣脸色差到极致 她又冲我笑 儿媳啊 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男人都会犯错 齐鸣只是犯了全天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就原谅她吧 她说 再说了 离开我们齐鸣 你又能找到什么好的下家 你都人老猪黄了 平时靠着我们齐鸣养家 没了我们家齐鸣 你只能睡大街了 当初生完小孩 她不愿意帮忙照顾 齐鸣让我回归家庭 我就一心一意照顾孩子 这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 齐鸣在养家 我大大方方一笑 你说的没错 一直以来都是齐鸣养家 但从今天起 她再也没有那个能力养家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 拨通了我爸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我就一句话 爸 我要离婚 我爸只是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知道了 就挂了电话 我看向即将成为钱婆婆的女人 张贵方 你一天到晚 说齐鸣养家挣钱 你没看到公司创业初期 是我一单一单拿下的客户 这么几年 为了帮公司发展 我甚至去求我爸 让他帮忙介绍投资人 但现在 没这个必要了 我当然知道 齐鸣为了拉到大投资 整日陪吃陪喝 送烟送酒 他以为客户愿意投资 都是他的功劳 那只是我给他留的面子而已 没有我 他齐鸣屁都不是 可是他根本看不清这一点 张贵方脸色一白 连齐鸣也不可置信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和张总王总认识 他们 我不认识 我怎么知道 你带着沈夏威去和他们应酬 我冷笑了声 齐鸣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签下离婚协议 净身出户 滚出我的世界 第二 和沈夏威恩断一决 和你那 私生子断掉所有瓜葛 我知道 昨晚放了狠话以后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答应净身出户 就算他们分割财产拿到公司 撤了投资 那几个已经签约的大单 也够齐鸣 赔上全部身价 此后几十年都还不完的 如果齐鸣聪明点 他只能舍弃沈夏威 果然 齐鸣红着眼睛 冲着我咬牙 若真 我不会离开你 我和沈夏威 从此恩断一绝 我笑了 好戏才真正开始 沈夏威想上位 我不光要让齐鸣撕下他的皮 还要让他们两人 从此以后坠入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五 如果不是沈夏威一直挑衅我 我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齐鸣 一日付七百日恩 我不想把你逼到绝境 但身为一个女人 我也是要自尊和面子的 我说 除非你当众宣布 你和沈夏威之间 是沈夏威主动勾引 是你迫不得已才出轨和他生下小孩 否则 我爸不会原谅你 他不原谅 那几个叔叔的投资 齐鸣没想到 我会做到这个地步 很明显 他不愿意伤害沈夏威 若真 我们商量一下 我掉头就走 齐鸣赶紧拉住我 我答应 我答应你 很快 齐鸣的朋友圈和一切社交平台 都发布了一条澄清声明 声明里 齐鸣说他一时糊涂 被人勾引 因此才犯下错误 他想求得妻子和小孩谅解 我说 总得让人知道小三长什么样吧 齐鸣红着眼睛 将沈夏威的照片挂了上去 并宣布两人恩断义绝 我把这些声明全都截图留存 交给了我的律师 我知道这个声明一发出来 对于沈夏威来说 无疑是一场社会性死亡 要是我拿走齐鸣的钱 沈夏威依旧会得意拥有齐鸣全部的爱 但我现在就要这个男人用实际行动表明 他沈夏威 在金钱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见我消气 公婆劝我让齐鸣搬回去 我婆婆说 家和万事兴 你气也出了 人也赶走了 日子总得要继续过下去吧 齐鸣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只有呵呵 我知道 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我已经为了他们这么多年 他们早就不知足了 爸妈 那个房子 我就不让你们搬回去住了 我在市中心看了一套别墅 我给你们买下来 以后 你们就在别墅里生活 听说我准备买别墅 公婆都开心疯了 恨不得立马搬到别墅里面去住 我故作为难 但是你们也知道 公司现在手头紧张 要不你们 把我之前买的那套房子卖了 我再找我爸妈要点钱 凑个整数 给你们买下那套别墅 以后咱们一家人 和和美美过日子 婆婆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我让他们去着手处理卖房的事 这期间 我也不提让他们住进来 理由是我还没有完全消气 不能这么便宜其名 有那套大别墅的大饼 我婆婆甘愿在外租房 之前给他们买的房 地段环境都是一等一 所以房子很快售出 而我公婆也将卖房钱 转到了我的卡上 六 我以为沈夏威能沉得住气 没想到她很快就主动来找我了 她怀里抱着小孩 约我去了咖啡厅 一脸愿毒 朱若珍 你毁了我的幸福 我和齐鸣原本就是一对 你当三海有礼了 咖啡厅里很多人 我已经没了最开始的愤怒和绝望 我笑道 你说她和你本来是一对 我和她结婚这么久 我手里握着公司大半的股份 你呢 她除了给你买点首饰包包 舍得给你花什么钱 她给我买了两套房 沈夏威得意道 她心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我 我一回来 她就眼巴巴地把房子送到我手里 求着我给她生孩子 她说了 她从来没喜欢过你 连你的孩子都讨厌 一直以来 她都把你当成 排浅寂寞的工具人而已 要不是她怀里抱着孩子 我肯定会一杯咖啡泼过去 但是 我忍了下来 我笑道 谢谢你给我提供证据 由你的录音和咖啡店的录像证明 我想她赠予你的财产 很快会回到我手里 毕竟 那可是 我们夫妻的婚内共同财产 沈夏威脸色一变 我离开咖啡厅 第一次觉得 齐明和沈夏威确实很般配 沈夏威来找我的事 很快传到齐明耳朵里 她这段时间 本来和公婆在外租房 为了投资的事情伤透脑筋 沈夏威这么一闹 她又跑来求我 老婆 我和她已经彻底断干净了 我发誓 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 你什么时候让王总投资 我快等不及了 齐明急迫地想要拉到投资 没有投资 她的项目注定停滞不前面临违约 那么一大笔的违约款 卖了她全部身家也赔不起 我故作为难 不是我不想撮合 我之前给我爸说离婚 他看到你出轨还有私生子 还在气头上 本来这么多年 他因为牛牛 对你态度都好了很多 谁知道你 当年我带着齐明和准公婆 去见爸妈 爸妈一身朴素打扮 订了一家小饭店 准公婆认定我家没钱 见完面就嘲笑我家穷酸 是齐明在三宝正 他图的是我这个人 不是我有多少钱 我被他的诚心感动 把他的原话告诉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当时就说 既然如此 让我们看看他多有志气 从今以后 你在外 别说是我的女儿 我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冷漠 毕竟从小到大 他们都对我进行打压式教育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以为会迎来一片新的天地 哪怕苦一些 累一点也没关系 但事实证明 将还是老的辣 我父母看人的眼光 还是很准的 齐齐明一心想挽救项目 在我的暗示下 决定带着公婆 去向我父母赔罪 结婚这么多年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拜访一下岳父岳母 就连最风光的时候 也对我的父母怀恨在心 她认为 这些家业全都是她打拼出来的 和我的父母无关 我父母看不起她 她也不必去抱他们的大腿 可她从未想过感恩 即使我的父母没有对她进行过帮衬 一路走来 为她付出所有的我 她难道也看不到吗 我父母住的别墅楼市价三千万 齐明和公婆拎着礼品去的时候 我就在别墅里带着孩子玩 一进大门 我婆婆就东张西望 四处打量 好像从没见过世面似的 我父亲在池塘边喂鱼 看到齐明 眼里只有逼逝和冷漠 齐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爸 我错了 以前的齐明身上还能有一点自尊 可现在的齐明真让人恶心 但我父母还是以正常的礼仪规格招待了他们 也许是见了如此大的落差 我婆婆离开时魂不守舍 他们家太有钱了吧 比 薇薇家还有钱 沈夏薇家有钱 跟在后面的我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妈你不知道吗 她父母为了培养她 变卖家产供她去国外读书 结果她读了没两年 就跟一个混混结婚了 你是从哪里听说 她家很有钱的 张贵芳一张脸煞白 我又笑了 况且 哪个有钱人家 会纵容自己的女儿去当一个三 还没名没分的生孩子 我调查过张贵芳的账单 沈夏威回国的这一年 一开始是陆陆续续给张贵芳买过不少东西 但却在怀孕后 加倍地要了回去 那些钱 可都是张贵芳这些年 从我这里榨出去的棺材本 她能舍得给沈夏威 也是认定了 只有沈夏威那样的豪门千金 才能配得上她的儿子 若真 是我有眼无珠 错百于目当珍珠 张贵芳低声下气的 你买的那套别墅 什么时候可以住进去 别墅 她在想辟吃 这不是才建完我爸吗 刚建完就要别墅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我不屑道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你们钻前眼里了呢 张贵芳还想再说什么 被齐鸣一个眼神制止住 她再也不敢问了 八 也许是见过我父母后 对齐鸣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在那之后 她开始频繁地回来找我 陪孩子 想让我和我父亲商量 叫那几个投资商 尽快投资 我犯了难 齐鸣 我知道你着急 但你先别急 这种事 你是过错方 真说起来是占了我便宜 我爸妈现在 都还没认我回去呢 你这么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的 齐鸣无助求我 老婆 我是鬼迷心窍了 沈夏威是我的初恋 我早就忘记她了 那一次我就是喝醉了 被她勾引才会犯错 我很爱你 老婆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我很想一巴掌 给她扇过去 如果她扎得彻彻底底 我还不会这么生气 可是怎么会有人 对你体贴备质 温柔呵护 却转头来告诉你 她心里一直都装着别人 搞得好像 是你耽误了 他们在一起 我笑了 我知道呀 我摸着齐鸣的脸蛋 你很爱我 所以你心疼我的付出 心疼我这么多年 所受的委屈 所以 你送给沈夏威的房子 我看到齐鸣脸色慌张 我笑得更开心了 反正都是我们 夫妻的共同财产 能找她还回来吗 这注定是鸡飞狗跳的日子 两套房子和公司的未来 对比起来 任谁都会做出选择 我不知道 齐鸣用了什么办法 才把那两套房子拿回来 至此 她给沈夏威买的两套房 我给公婆买的一套房 都已经进入我的账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 任谁都会松一口 但我是恨极了 在齐鸣认定 我会帮助她的时候 我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酒出轨证据确凿 那一夜夜一片片 都是齐鸣的罪状 也都是我的耻辱 齐鸣万万没想到 我会毅然决然选择离婚 我那前公婆知道后 才意识到尚了当 但她们很快反应过来 就算离婚 夫妻财产也是对半分 就算我分走一半 她们以后的日子 也不会太难过 但我拿出了一份公正书 我问齐鸣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结婚时 做了一个婚前协议公正 上面是你的承诺 有你亲笔签名 如果你又出轨不忠行为 而导致离婚 将无权享受财产分配 齐鸣脸色变得极差 你不是已经把它烧了 当初做了公正 为了表示信任 我说我要将这份协议烧掉 我笑了 对 我烧掉的是复印件 这一份才是真的 齐鸣万万没想到 我还留了这么一手 等候在庭外的沈夏威 以为分得一半财产 也能当父太太 却没想到 这一份协议被法律保护 真正实施 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等判决罢齐鸣 离婚了 你再也不用担心公司的事了 毕竟你也没有那个能力 把它经营好 如果你想变卖股份 可以考虑把股份转手给我 我冲他笑 养孩子需要钱 沈夏威有多爱你 才会愿意陪你过这样的苦日子啊 不用你管 沈夏威挡在他面前 对我宣战你能做到的 我沈夏威照样能做到 你能把公司经营好 我照样可以 离了婚 你再也不用在我们面前碍眼了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很好 我说 那就祝你们成功 沈夏威还是太天真了 没有投资商 齐鸣根本啃不下那么大一块项目 因为闹离婚 我和那些投资商打起了交道 看着齐鸣天天为了投资着急上火 带着沈夏威四处陪酒求人 我好久没觉得那么快乐了 离婚判决输下来的那天 我去找齐鸣 这些天他为了投资 快要跑断腿 整个人瘦了一圈 没了往日的清朗 看见我 他又气又恨 我说 如果现在你后悔 可以把股份卖给我 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 卖给我 总比让他毁了墙 在外偷听的沈夏威 听到这话 立马冲出来 想拿凳子砸我 朱若珍 你滚吧 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你能做的 我也能做 我还会做得比你好 你根本就不爱齐鸣 你说得没错 我说 我可能根本就不爱他 听到这话的齐鸣 如同被雷击中 看着我 一脸猙獰 使我抽空去爬了一趟泰山 泰山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没有什么变化 照样难爬 照样要命 上一次来的时候 爬到最后 齐鸣拉着我的手 给我加油 这一次爬到最后 我一边爬一边哭 旁边有一对老夫妻指着我说 看 那个女娃都爬哭了 我说 泰山太难爬了呀 是真的太难爬了 我从小生活在高压环境下 中考那年 因为分数不理想 被父母辱骂 上了高中 情况没有停止 反而更糟 我崩溃之下去了一个没人的野湖 想了却余生 却在那个时候 看到了一个疯一样的少年 他穿着和我一样的校服 和好几个同学 一起在湖里抓鱼 我看他们玩了一下午 走的时候 他丢给我一条烤湖的金鱼 他说 同学 你也是我们高中的吧 一看你就是好学生 月考没考好吧 你别太大压力 成绩这东西 就跟你们女孩大姨妈似的 时多时少的 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觉得他像个变态 我了却余生的念头 被掐 疯了似的跑回了家 可从那以后 我却在默默关注他 我知道他叫齐鸣 知道他喜欢一个叫沈夏威的女生 知道他父母是卖煎饼的 我吃了一个学期的煎饼 可我从未对他说过一句谢谢 后来我就明白了 有些人只适合停留在青春 只要一长大 就变位了 等我从泰山回来 齐鸣和沈夏威 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 听说他们去做了抵押贷款 负债累累 费尽全部心血 借遍所有亲朋 终于将这个项目盘活了 我趁机将股份卖给了他们 张贵方逢人便说 沈夏威力还能干 不像前一个儿媳妇 黑心烂肠 我带着孩子 办理了出国手续 在离开那天 收到了齐鸣的求助电话 齐鸣在电话那头 哭得肝肠寸短 若真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笑了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那是个骗子项目 几个投资人迟迟不愿下手 就已经说明问题 可齐鸣才迷心窍 总觉得这一搏就能得到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 可现在 对方卷款逃跑 他得到的是填不完还不尽的债坑 听说沈夏威又一次弃他而去 这一次比上次更加决绝 但被张贵方发现 张贵方又哭又闹 让他每天摆摊打工还债 我的前婆婆带着孩子四处借钱 可惜无人搭理 一家人连房租都交不起 公司也被查封 齐鸣 很抱歉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以前我愿意陪着你吃苦 是惦记着夫妻那点情分 现在 我问他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 齐鸣被逼入绝境 声音发颤 你说 你一直觉得沈夏威是你的白月光 这么多年 你对他念念不忘 他那么爱你 你也那么爱他 当年在泰山顶上 你对着云海发誓的时候 心里究竟是在想 就这样吧 将就找一个人过就行了 还是真的 真的有爱过那个 胆小固执的朱若珍 电话那头的齐鸣沉默了 我笑了 对不起 齐鸣在电话那头哭 我听到他撕心裂肺地喊 朱若珍 若珍 对不起 齐鸣 我说 你配不上那个朱若珍 这么多年 是他眼瞎了 我挂了电话 妈妈 儿子牛牛拽着我的袖子 抬起小脑袋问我 你为什么哭了呀 我抹了眼泪 冲他笑 是高兴的 我抱着他 因为妈妈 终于要去爬属于自己的泰山了 我去哪儿